心脏是我们整个生命的核心,如果心脏不跳动了,我们就意味着结束了。 今年来,心脏病患者越来越多,有很多人都是在检查结果出来之后才知道自己得了心脏病。 下面,介绍一下得了心脏病的早期症状有哪些。 心脏病的早期症状有。 一、二多,不同程度的耳鸣是心脏病的早期症状里比较常见的表现,这是因为内耳的微细血管动病异常,并正尚未引起沉身反应时,内耳就得到了线杖信号。 如果你的耳唇出现一条连贯的皱褶,即有可能是冠状动脉硬化所致。 二、呼吸,做了一些亲密活动时,或者处于安静状态时,出现呼吸的促现象。 但心脏病的早期症状不犯咳嗽,可谈,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左心功能不全的表现。 三、鼻子,如果鼻子硬邦放脏,这表明心脏脂肪累积太多。 如果鼻子减发肿,表明心脏脂肪可能也在肿大或心脏病变症在扩大。 此外,呼鼻子也可能是心脏病的早期症状表现。 焦虑情绪和高血压,也是不当,缺乏锻炼等现象一样,都是心脏病的主要诱因。 不过,如果在日常生活中,注意按照下面的方法去做,将有助于消除焦虑情绪。 保护你的心脏,身心放松,排除打脸瑜伽,冥想和太极等运动,可以减少压力和尔蒙。 极高身体免密力,研究发现,经常作与加快减轻身体某些部位的炎症。 而炎症和其他慢性症状一样,都是心脏病的主要诱因。 因此,每天抽出一点时间,让自己的身心放松。 排除打脸,对心脏健康会很有好处。 和朋友保持联系,长时间独处,对人的身心健康的无力。 至于是否患心脏病无关,研究显示,处于心脏病发作恢复期的人群,尤其是女性,如果不与人来往,很容易发生心脚痛和其他一些问题。 因此,走出去和朋友放松一下吧。 当然前提必须是真正的朋友。 抛弃完美主义众所周知,学习完美的A心血人群,是心脏病的造发人群。 内心充满敌意和愤怒,是A型血人群的第一个章节特征。 有研究显示,敌意和高血压,超重等现象一样,可以作为判断,有无心脏病的标识。 因此,对于未来,还是多往好处想想,保持乐观才能保护自己的心脏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观看